今天早上听到国民党的委员为了要美化自己荒腔走版的健保修正版 一路来实在是有点听不下去 我们看到从二代健保在未还委员会当中 我们没有听到国民党的委员对于加户总所得有什么样的意见 甚至现在为了自己的修正版本 居然把加户总所得批评的一文不值 而且我们知道加户总所得当时候是健保局在宣导二代健保当中强打的主项 甚至宣导短片里面也是主打 可是为什么现在国民党的委员说加户总所得要不得甚至无法执行 如果如同这样的说法那是不是国民党有点失职 背离自己立法委员监督的角色 在未还委员会的时候并没有提出强烈的监督 甚至背离了自己对于二代健保的一个执行层面 我们看到整个加户总所得很清楚是过去十几年来 行政院邀请所有的百位专家学者所获得的结论 甚至也是健保局一直来做游说 甚至来说明的时候一直强打的主项 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全部推翻 而且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推翻 甚至去造就了一个所谓的补充保险费 这样子奇怪的说法 我们很清楚 现在补充保险费 美其民好像是要博得照顾弱势的美民 但是实际呢 只是想从民众身上去抢夺金钱 从他荷包里面来抢夺他的财物 然后来解决短暂的健保问题 我们看到补充保险费率 百分之二没有上限 主管机关可以是保险费的支出成长来调整 完全就是给予政府空白授权的条款 让民众心中非常的担忧 甚至我们看到 二代健保修正版 有人说是1.5代健保 但是事实上是连1.5代都不是 因为1.5代健保对利息 股利还有股息等所得 加起来还要超过18万元 才要加收补充保费 但是现在的修正版是连18万都没有 如此一来 卫生署虽然一直强调说会有下限会有下限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 那么加入正版是4代健保 还有3代股